好了,各位大家好,欢迎来到天天听好书,我是小冬 今天给大家继续枪炮并军与钢铁的第四部分 社会制度、技术和文化 随着粮食生产的开始,人口也开始得益集中 于是顺延着人口的增加,我们大概可以将内类社会划分为四个层级 族群、部落、酋长、管辖地和国家 大概四万到一万年前,几乎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生活在狩猎采集的族群之中 族群的总人数在数人到数十人不等 大多数或者所有的成员都有着某种血缘的纽带 没有固定的经济专门化,所有的体格健全的人一律自己去寻找食物 没有任何的规章制度来规范成员的行为和解决冲突 没有明显的社会阶层出了问题 所有人对对策都有着相同的决策的权利 不过这并不等于所谓的平等主义或者大同世界 在族群之中,只是没有任何正式的领导地位而已 每个人的智慧、力量、个性、经验 仍然会把人和人的重要性区分开来 在人们开始逐渐定居的时候 人口不断地增加 在同一片区域内逐渐出现了很多个族群 他们融合成了部落 部落的人口通常是数百人 每个族群都相互地承认 被称为部落的士族 并可以互相通婚 部落是族群的扩大版 大多数的制度和行为都没有脱离开原始族群的框架 仍然奉行所谓平等主义的原则 部落之中会有一位公认的大人物 是族群中智慧、力量、个性和经验最强的个体 他有一定的义务却没有多少权力 身份也不能世袭 不过却是之后制度中领导者的先驱 酋长管辖地 一直到15世纪仍然广泛存在于美洲和其他大陆的一些比较原始的地区 新月卧地在公元前5500年就出现了酋长管辖地 美洲则是公元前1000年左右 酋长管辖地的出现是人类社会对平等主义的反叛 然后转向了盗贼统治的转折的一步 当我们走进了酋长管辖地的时候 我们很可能会被其中最有特点的标志性公共建筑所吸引 纪念碑、宗庙、灵寝这些建筑代表着该社会的制度已经复杂到可以主持一些公共建设项目 代表着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宗教的出现 也代表着世袭的处于众人之上的酋长之位的诞生 当社会人口数是数人到数十人的时候 人们互相之间可以熟识 如果出了什么分歧和意外 大家除了兵戈相见之前 想一想面前的王老二的儿子和自家闺女的恩怨纠葛 心意软说不准就化干戈为羽谋了 当人口数量上升到数百的时候 要和每个人都成为近亲就不太现实了 不过互相之间看到总会觉得有点面熟 就算出了大问题 各自的三姑妈次大爷也会过来劝架 总有些交情是可以攀的 仍然是熟人圈子里 但一旦到达了数千至数万人的酋长管辖这一集 人们第一次要来考虑如何解决陌生人之间的纠纷 结论就是 必须要有一定的规章制度来确定所有人的处置公平性 也就是说必须要把裁决权 惩罚权交给某个声望最高的个体 禁止其他所有人私下用武力来解决问题 而把武力使用权交给个体独占 酋长因此获得了绝对的权利 在没有货币和市场的情况下 平等交换的效率越来越低 于是就出现了一种再分配的经济制度 所有人都将所得的收获和财务上交 并由酋长进行再分配 以确保社会中的所有人都可以共同获利 这种经济制度很容易让我们想起了现代的税收 由于资源集中再加上酋长对平民的劳动力支配 这种制度允许了中大规模的社会建设 有大规模水利灌溉或者是世界器官建设 在这平等社会之中是绝难发生的 然而并不是所有上缴的财富都被无私地用在公众的利益上 酋长的生活肯定会比平民更加的奢侈和舒适的 为了让这种明显的不平等变得让平民可以忍受 盗贼领导者会将四种策略混合在一起使用 第一 解除平民的武装保证只有上层掌权人物有压倒性的武力装备 第二 将收集得到的财务中很大一部分再分配给平民以剥取欢心 第三 使用武力来维持公共秩序和制止暴力 以图社会幸福 第四 制造一种盗贼统治辩护的意识形态或者是宗教 这四种策略融合在一起 足以蒙蔽绝大多数人的双眼 混淆他们的视听甚至让受害者为其叫好喝彩 当酋长管辖帝在进一步拓张之后呢 集中所有权力于一人的管理方式就变得难以忍受的低效和不稳定 我们现代人生活于其中的国家就出现了 国家的领导者的权力仍然很大 让其他人难以忘其向北 不过法律规章制度正式的出现国家行政层再也不再是酋长时期的一两层 而变为多层级的中央集权 国家之中可以包含多个拥有重要公共工程 领导者居住区 资本积累和一定人口的城市 经济专门化进一步走向极端 社会大分工进入成熟的阶段 在现代的国家中 就算是最为薄之勤劳的农民 也没有办法仅靠自己的能力在现代社会生存下去 以粮食生产为起点的社会发展 就这样一步一步的走向了今天的局面 在这个过程中 技术得以开始有系统的发展 而到达国家这一阶段以后 以文字为代表的文化传承也正式的启动 在技术方面 粮食生产导致人类定居 而定居就表示了人们能够积累不便携带的财产 也就使得很多原来毫无用处的技术有了意义 在27000年前的现代杰克斯洛伐克地区 就曾发现过烧制粘土和编织的迹象 但直到一到两万年 人类开始定居以后 我们才可以从出土文物中 确切地证明粘土烧制容器和篮子的发明 在定居之前 因为狩猎采集生活的迁徙特征 要求人们必须轻装剪从 没办法带一大堆脱油瓶去远行 这些发明就必须要藏金鱼杀 直到人们定居后再让他们重见天日 另外 随着人类社会的演化 经济越来越专业化 社会分工也越来越细 人们慢慢从每个人必须花大量时间精力 去填饱肚子的情况下挣脱出来 可以开始去做自己认为有意义的 或者是更多收益的事 对于每一方面的钻研也就越来越深刻 大多数技术 学科和艺术 都是这一转折变化的延伸品 包括枪炮和钢铁 一个吃不饱饭的社会是不可能跑出个趋源或者是达芬奇的 到这里呢我们已经基本厘清了从地理环境的差异到粮食生产 再到枪炮并均与钢铁的脉络 这就是本期的天天听好书 我是小冬 不过 不过 不过